《大逃殺》 要說今年最受歡迎的多人對戰類型 《大逃殺》絕對是榜超有名 今年即將再聽一名勝利軍 也就是由推出江秉仁相關遊戲的 韓國遊戲開發公司 «Deaf Sisters» 剛發表的 «Deafside Club». Deafside Club 和其他同類型的大逃殺遊戲相比 採用的是 2D 橫向卷軸玩法 地圖範圍是少見的獨棟大樓 搭起來更偏向小空間快節奏的動作遊戲 這種戰鬥爽快感可是其他同類型所沒有的 玩家可以單刀、植入或是結伴同行 運用手上的工具快速移動、躲避危險以及助攻 遇到敵人更不用猶豫 反擊先按下去再說 大致上遊戲規則和其他大逃殺類型遊戲差不多 遊戲中大樓裡不時會有變種感染者觸摸干擾比賽 擊敗他們就可以獲得大量的金幣以及裝備 這場在敵動內進行的生存遊戲 比的不只是誰能夠存活到最後 更是比誰殺得最瘋、砍得最狂 才有資格撐王 玩家還有機會主宰自訂戰局 擔任旁觀者觀看其他玩家捉對廝殺 你還能自由的安插幾隻怪物 讓戰局更加精彩 Death Cycle Up 將在今年4 月下旬展開CD封測 有興趣小吃身手的玩家 現在就去官網登記吧